大家好 今天录这个视频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频道呢 前一段时间也开了一个会员功能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就把它给打开了 然后很多规则我也不懂 但是看到呢 已经有好几个家务会员了 有的是买的还是中级会员 所以说本来没想操作这个会员内容啊 但是别人都掏钱了 我总在做点内容吧 所以说今天就做一下这个会员推广的视频 做这个的话就是我准备做的内容吧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为会员专门做的内容 我是想做一些我的知识范围内 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就依我自己的知识 比如说命理知识了 玄学知识了 或者说一些古文的一些知识 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什么帮助呢 就是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人或者怎么做 如果在你的环境下或者在你的现有条件下 能够达到最好 获取更多的财富了 地位了 或者说怎么认识人了 怎么看到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之类的 这就参加到面向的问题 或者是命理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发财 什么样的人能够富贵 这些一些命理知识 或者怎么投资 在什么时候可以投资 运气什么时候变好 这些内容我准备以我的知识 综合一下给大家讲 本来这些内容我也是准备做成视频的 但是想想这个视频就这些内容受众比较窄 所以说做成会员视频吧 到时候用心做一下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并且在做会员视频的时候 凡是加入我 凭了会员的到时候会建一个专门的群 也就是VIP群吧 算会员群 到时候如果说有一些重大事情了 或者一些大家的疑惑了 比如说对未来局势了 未来的这个环境了 或者是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在那个群里面问我 那时候我会给大家解答的 虽然呢我不是 我自己本来是不算命的 然后也不推成算命 但是呢 周一这个东西对很多事情 比如说一些生意上的决策 一些家庭感情事业上的决策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的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比如说古人说是 若不能趋鸡避雄 古人做意何用 就这个意思 周一其实是提供了很客观的一个判断 给你提供一个决策的一个参考 所以这一块我准备把它发言发言 到时候如果说加入我会员的话 我会建一个专门的会员群 为大家提供这些帮助 不但做一些内容 为大家提供一些知识 或者帮大家在生活中 提高一些辨别能力 或者是自己做决策的能力 然后建个群的话 也随时给大家沟通 为大家提供一些生意上 或者是事业上 或者是家庭 个人的一些决策上提供一些建议 关于这个会员频道的内容 或者是会员所提供的服务吧 目前就先这么多 大家有新的建议的话 可以给我提 到时候随时做改变吧 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会员频道 欢迎大家支持我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